Hello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以望 今天给大家讲一下我如何用极简法来理财 我曾经跟大家说过理财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弱点 然后我曾经也尝试过用很多很多的方法去理财 可是因为我自己又做生意,又做YouTube 然后又有其他的收入,还有房子出租 什么就有很多现金流,也有很多网上入账 还有甚至很多开支 我自己本身就拥有很多的账号 就是有存钱账号,又有出钱账号 总之是很多的账号 我曾经试过很多很多方法 都没有办法让自己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数字 还有我公司啦,我公司也有账号什么的 这很乱的 所以我一般的理财 我曾经跟大家说过,我一般的理财方法就是看大数 大数只要不走歪拉,小数就没有关系 这是我的理财方法 但是后来学了极简之后呢,我觉得不行 我觉得我现在学了极简之后,我要不管怎么样 我要找一个适合我自己的方法来理财 其实我曾经跟大家也说过,说很多时候呢 并不是我们笨,并不是我们蠢 而是我们并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 现在呢,就给大家详细讲一下 我是如何用的极简法理财的 就是我首先先把我所有的账号的收入和支出非常清楚的,搞清楚 写下来,就是每一个账号我大概每个星期 每个月,每一年的收入是多少,什么时候进账 然后呢,我的固定支出是多少,写下来 然后我一开始是不懂嘛 我刚开始就是在摸索自己的,就是适合自己的理财方法 所以我就保凯把我脑子里边所有的账号 每一个账号发生什么,就是进账入账的过程 全部每一张写下来 写下来之后呢,我就会,然后我又 大概详细的看一下 我会发现,其实我真正开销开支的只用三个账号 一个就是我的固定账号付单子 另外一个就是我的信用卡 然后呢,就是我的现金流 现金收入,就是开支 我一般出钱是从这三个账号出钱 但是呢,我还拥有很多其他的账号 这样的话呢,我就把其他的,所有的其他账号留着 做saving account,就是存钱账号 也就是说,我有很多的收入,不停的不同的收入 我只放一个收入在这个放bill的 就是交单子的这个账号里面 保证,我家,比方说我家里一年的单子 比方说是两万块钱吧 我确保这个账号的收入里面进入 就定期进入的钱超过两万 这样的话呢,我每次给单子的时候呢 我就从这个账号里面直接 就是直接网上过账 就是交所有的单子 确保这个账户里面够两万块钱 然后信用卡呢,信用卡呢 其实,我因为里面有就是收养 收养,就是有赞助那个saving children的那个 那个机构,就是专门是捐钱给小养 呃,供养小孩子 这个账号里面,就是他会每个月固定 呃,转钱到这个信用卡里面 确保这个信用卡是每个月是用 就是全部,确保是 呃,还完的,每个月当月还完的 然后另外一个开支呢 就是我的现金 我有,就是我家里有出租呢 我就会有现金留在手里面 然后呢,我就现金呢 就专门给孩子平时 比方说他去学画画课呀 钢琴课呀,还有什么补习班啊 很多都是呃,现金流 去教一些补习班什么的 所以,就是我大概 几减下来以后就非常清楚了 就呃,给钱呢,就只有这两个账号 就去,如果去掉,去掉快这个信用卡的话 只有这两个是出,呃,去钱的 然后,我这样总结下来之后呢 其他的收入呢 我就让他直接,就多于 这两万块钱之外的收入 或者是现金流之外的收入呢 我就让他们直接进入到 某一个账号 然后呢,这账号是当时我看不见 他是一直在存钱,存钱,存钱 往上存钱的 这样的话,如果是你可以做到这样的话 你就很清楚的把你自己的所有的开支 开销都专注在了这一个账号 一个账号和你的现金流 这里,这里边就容易控制 这就是我说的极简法 就是把我们所有的开支啊 所有的收入啊,都非常清楚的写下来 收入当然没关系了 收入越多越好,是吧 你甚至巴不得你放到 进到账号里边,你记不得了 它存起来很多了,更好,是吧 但是支出的话呢,一定要缩减到一到两个账号 完全是你可以看到,可以控制到的地方 所以减少到这个程度 然后那个我在,而且我现在最近慢慢的开始做笔记 其实我发现真的是做笔记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但不是说一定要说 哎呀,我做笔记就是我要坚持做笔记 可能我这性格就不能坚持做笔记 但是我至少在我这短期做笔记的过程当中 我非常清楚的发现 我的开支全部都花在了吃 吃上面啊 因为我自己本身不煮饭 所以我的孩子家里边的人呢 都是吃饭就是出去解决 吃饭就是出去买 就是出去买饭呢,吃饭就解决 虽然我妈妈有时候做给我呢 当时我们就是吃一顿,然后剩下多余的也就倒掉了 就是不懂得去manage吃的方面 因为我根本就不用心在吃的方面 就是买就搞定了 后来呢,当我发现 我发现真的是吃呢 是我现在最大的开销 而且要浪费很多很多的钱 然后我就OK 针对这个吃呢 来进行一项就是省钱的一个方法 我会让我妈妈 然后或者是我去外面买东西打包也好 我买回来的菜 然后我自己会煮饭 然后一回来的时候呢 我就会拿那个lunch box 就是那个怎么说 lunch box 就是那个外卖 像外卖盒的东西 就那个盒子 一半饭一半菜 然后就是 就是没碰过的了 就干净的了 然后就一盒一盒的装起来 这样的话呢 每当我女儿中午lunch的时候呢 我就随便拿一盒 给她放到包包里边 她就可以去学校盯一盯就可以吃了 她平时呢 是我从来不给拿lunch的 就是她拿钱去学校 因为他们学校有食堂 中午会买着吃 所以这个东西呢 比方说我妈妈做的菜呢 就会非常营养 然后又有饭 有菜 中午她又吃得饱 所以现在呢 我用的这个方法呢 是非常非常简洁方便 关键是特别特别的省钱 真的帮我省下很多很多的钱 因为我已经 晚上我女儿放学回来 之后就很饿嘛 以前的话 我就会直接带她去 餐馆搞定 然后现在呢 就不用了 回到家 我只要拿出一盒来 然后把她盯热了 搞热了之后 给她吃就好了 而且她吃得非常开心 而且就是住家饭 所以最近她的身体 也会很好 就是营养也很全面 什么的 所以在这里呢 我给大家提醒的是 如果你真的像我一样 比方在外边 就是饭呢 什么菜 经常在外边搞定的 或者不喜欢煮饭的人呢 你可以用这个方法 西人现在很多 都开始用这种方法 因为很多妈妈 每天很忙碌 根本没有时间 煮这么多饭 或者甚至有一次 你看到今天有灵感 她煮了很多好吃的 可是明天我就不想煮了 所以我们可以完全 把这一锅菜 然后呢 把它一个盒子 一个盒子装起来 一半饭 一半菜的这样装起来 以前呢 我们都是菜式菜 饭现煮 煮完之后 然后咬点菜出来再吃 可是我们感觉 总是感觉 剩下那一盒菜 就感觉是剩菜一样 所以我们就不想吃 所以最好的方法 就是在你刚刚煮好之后呢 就把它一盒一盒的 一半一半的装起来 比方说一半饭 一半菜啊 这样装起来 你就永远都感觉 它是新鲜的 干净的 而且是好像现煮的一样 所以这是我真正受益的 我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而且在这期间呢 帮我省下 真的省下很多很多的钱 孩子就吃的非常营养 所以今天呢 就简单的给大家 就是介绍一下 我最近的理财方法 我一直在不停的寻找 又很多时候呢 我们 我的方法不一定适合你们 但是一定要 不要停止去寻找 像以前我总是找借口 总是说 哎呀我自己理财 我数字不行 我不会理财 哎我不行了 这么多东西 很难搞了 我以前尝试过很多次 可是都是失败了 因为我认为 我是我自己不够聪明 和我自己对理财方面不精通 所以我想 我是做不到的 我一直让人认为 我是做不到的 所以这个理财 我一直处于失败的状态底下 就是钱当然是 我有我的方法保持住 它不会少 但是我并没有做到很精确 像是做 极简一样 把家里边拥有什么 很清楚的 在脑子里面是没有的 但是我现在呢 经过我做 用极简的方式 理财之后呢 我现在可以大脑里边 非常的清楚 我拥有多少钱 收入多少 支出多少 我怎样怎样 可以用简单的方法 去控制我的支出 所以 这就是极简法 我之前 之前有个美国的理财师 他在这样教 他说 其实我们平时有理财 并不要像我们减肥一样 说不吃就不吃了 说不花就不花了 他会反弹的 他说 其实非常简单 只要就是说 比方说你平时喝两杯咖啡 一天喝两杯咖啡 那你就减到喝一杯咖啡 比方说你一天要抽五支烟 那你就减到抽四支烟 其实这小小的改变 就是你在理财的一个 进入一个大的进步当中 比方说 我像 我现在我不可能说 一分钱不花 我也不可能永远不在外边吃 但是 如果我天天在外边吃 或者在外边吃 一到两餐的话 那我现在 每天 我哪怕一个星期 我只要两到三餐 当我不在外面吃的话 我就可以 省下几百块钱 所以 我们理财呢 一定要给大家一个定义 而且就是我一直提倡的时候 和学习几减一样 不要把自己 忽然间掐的太死了 就是说 一定要 慢慢来 让我们的生活 一点点适应它 并且我们希望 这些好的习惯 变成我们 生活中的一部分 而不是 就像减肥一样 太紧急了 然后呢 就是忽然间反弹这样 所以 我一直一直提倡 我们慢慢来 我们慢慢来啊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只是给大家一点希望啊 如果你的现在的财政 是一团糟的话呢 不要放弃 只要你用心 而且要相信 你自己一定可以找到 适合自己的理财方法 让自己的财政呢 可以一步一步 非常稳固的去 存钱啊 去存到钱 好了 谢谢大家观看 记得帮我点赞 分享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哦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